來囉 歡迎回來幻想三國志 那今天我們去打架 很久沒有錄打架影片了 有點手癢 那為什麼呢 因為想說之前的話 戰力大概都是930幾萬嘛 然後都是差那一點點 想說啊撐到一千萬 我們再來錄打架影片 想說戰力千萬感覺比較威猛一點 OK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會來打架一下 那現在看一下我們陣容好了 目前的話差不多 那最主要是我把呂硬起啊又把他搞回三國去了 然後把資源丟給我們的朝人 今天的話來實測看看 我們朝人三國的一個強圖 因為他三國的話 開一個很不錯的一個debuff的效果 就是他自己盾牌如果沒有的話 全體對方的怒氣值 就是敵方全體會加加200點 其實還不錯 我覺得如果他能上盾的話 然後被打掉的時候 對方全部人都會下降200點的話 對方放招的速度應該變慢一點吧 所以會來試試看 那之後的話 我再看看我的司馬伊的走向 因為我其實本來也是想要玩那個 司馬配火隊 因為我覺得火隊真的好帥 那目前的話 好像也蠻多大佬是這樣配的 我查了一下那個玩家搭配 其實你看到司馬配朝人 後面都司配 孫策、周瑜、陸信 全部大佬們都是這樣玩的 那我們資源可能不夠多啦 因為我的無國隊完全沒有新書 完全沒抽到 我今天孫策還是靠保底把他抽出來的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會來抽一下腳 測測看我們今天的運氣如何 那最主要啦 今天我們來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第16屆的 麥卡點卡啊 免費神抽大賽又要開始舉辦了 那在前幾天的時候 是舉辦我們第15屆嘛 在我們江湖悠悠舉辦 那贊助商一樣是我們四神伯伯 那四神伯伯的話 因為這次比較特別喔 因為像以前色雕啦 煙雨啦 或是上次的那個江湖悠悠 一般來說都是他們就是 呃代儲商可以儲值那個遊戲 他們一般才會去廣告一下說 啊就是幫他們宣傳這樣子 但是幻想三國之這個喔 是我跟他講 因為他原本是想說 把第16屆的那個 麥卡點卡 算就是去我們夜雨江湖抽啦 因為夜雨江湖他們才能代儲嘛 那幻想三國之他們之前試過好像 他們的代儲成本好像比官方儲值還高 所以一般來說 很多客戶也是找他們就是 看他們代儲這個 他們都說沒辦法 那目前他們好像還在研究啦 好像還沒研究出來 等研究出來的時候他再看 所以他本來是說 這個第16屆這個贊助的那個獎品 是拿去夜雨江湖抽了 那我是跟他講說 因為我最近在玩幻想三國之 然後好像玩的人也很多 然後看的人也OK 那支持的玩家 就是一些新的一些玩家也不錯 那想說好吧 那我跟他講說 就是把那個獎勵 看是不是夜雨江湖的這個 然後拿來幻想三國之抽 雖然他們不能代儲 不過還是可以幫忙回饋一下 一些新舊玩家這樣子 然後他也說OK 那所以今天呢 我們第一次在一個不能 他們不能儲職的一個遊戲上面 幫他們打廣告 也算是幫他們捧夢一下啦 雖然說 這個遊戲不能儲 但是如果你有玩其他遊戲 需要儲職啊 你覺得能接受代儲 然後有一些儲職優惠 幫你省一點荷包錢的話 那你可以去找試鎮爸爸 那他聯絡的方式的話 我會放在上面的那個QR Code 所以這集上面的話 右上角會有QR Code 這是幻想三國之第一次有QR Code 然後下面的話 會有一些那個說明欄 如果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去 找他們去詢問一下 都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是本身覺得說 還是會怕怕的啊 還是喜歡正牌代儲的話 也OK 就是比較安全一點 好 那獎品的話一樣 跟之前一樣 就是跟第十五屆一樣 就是一張一千塊的點卡 然後兩張 一張一千塊點卡 然後一張五百 然後兩張三百 跟四張的一百五啊 總共有八位得主 那大概將近三千塊的 麥卡的點卡 那 方式的話 跟老觀眾應該都知道啦 點讚訂閱 然後在 下方的留言欄裡面 就留言說 優良帶除傷 師承爸爸 祝福各位換三玩家 天天抽到雙蛋黃啊 這個slogan是我想的 因為前幾天剛好抽到 像是那一百四十抽 抽到兩個雙蛋黃 非常的爽 那我上次看那個 有些人分享 有人抽到三蛋黃 所以 啊應該說 啊應該抽到三蛋黃比較好 那重來 優良帶除傷 師承爸爸 祝福各位換三玩家 天天抽到三蛋黃 三蛋黃 看一下 那我會把這個 一樣放在那個說明欄啊 大家可以直接複製也沒有關係 那一樣 就是 這部片應該是在禮拜六上嘛 所以 大概在 11月7號的中午會截止 一樣我會在下面那個編號 到時候一樣會去做現場抽獎 抽完之後呢 然後會 在社群上面文章留言 那記得要去 如果是得主玩家啦 記得在那邊留下你的編號 跟你的信箱 到時候會把 麥卡典卡的那個 卡密都寄給你們 這樣子 那如果超過 11月9號的話 就會直接充公了 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OK 大概是這樣啦 給大家做個參考 就是第16屆 麥卡典卡 戰力大概是 看一下喔 1036萬 那 其他部分的話 喔這個10層啦 其他都差不多 裝備部分的話 還在努力當中 戰魂部分的話 這差一個啊 其他部分都有差了一點 那 換武的話 沒辦法 沒有 我要等到司馬伊的換武出來 才有辦法 所以這邊的話 啊 大家將就一點用這樣子 好啦 來 打架吧 那 我們來打一下 喔 72名喔 真的 不用打我自己都72名 來 那我們今天 上次我記得最高是52還54名嘛 看能不能破紀錄 那我們就來挑戰一下 看能不能破紀錄啊 先打看這62名的 啊 喬伊斯 那 這個的話 一看就是 呃 勳國隊吧 勳國隊 外搭一個 諸葛亮 配上真姬 這樣子 還不錯 目前 婦女隊來說的話 還蠻實用的啦 女部配那個 女影琴嘛 那個 一個帥 然後一個牆 然後 剩下的話 就自己搭 有些人是外掛女團啦 有些人是自己配一個勳國隊啦 都是很OK的 反正 那個女影琴有專武之後 真的是痛到一個炸裂 你看我的 司馬伊會死 司馬伊是我最坦的一個角色 哇 不是這樣的吧 我的司馬伊 他很 乾 欸 先把 先把那一隻囉 哇 哇 他怒氣值好燒喔 他那個 諸葛亮怒氣值好燒 欸 死了 欸 慢慢 慢慢搞一次會死囉 啊 哇 還好還好有拉起來 哇 幹 司馬伊剛死了 我就真的輸了 哇 不錯不錯不錯 哎呀 OK的呀 哇 不錯 我跟你說他那個 布練師的專武 就算沒有 特殊能力 加的那個屬性 都加很高 好 來看一下 他的陣容 一樣 女影琴 配 哦 不過他這次衛國配的比較多 奇怪 現在很流行這種 這種 婦女黨外掛在其他隊的裡面 啊 司馬翼 配真姬 然後 配那個 貂蟬 差不多 BUFF都有開 然後 曹操 啊 不是 曹操 欸 曹操一樣有一些效果 來 看看我們正統的 我的 大 那個 烏火大司馬隊 看看 跟他的那個比 我司馬是主力啦 我感覺他的主力應該是 女部副女黨 好 這一集感覺是 女部副女黨的那個 專輯 不過真姬真的很軟 真姬 他這個效果真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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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 因為他只有三個女的 三個女的異性減傷15%來說也還好 補血量的話就更少了 其實是有點浪費 與其放一隻真姬 我感覺不如放一個 比較有用的前排坦 我覺得應該還比較實用一點 可能他 哦 他是為了那個啦 後面的那個 三輔隊 他才放了一個真姬 也有可能 為了曹操的那個輔助 他才丟了一個那個真姬 哎呦 幹掉一隻囉 啊 他的戰鬥力好像不太行 一百 一千一百一十多萬 輸大概八十幾萬戰力 還好 血量還拉得回來 哇 不是吧 大哥 啊 給個面子啊 大哥 我們司馬一很猛的啊 我一千萬 為了千萬戰力過來啊 是不是 我的陣容可以給你帶來笑容 精準 逆向操作啊 讓你完美避開所有的生存機會啊 秒殺 對我忘了講 我的設置功 今天把他搞到三星了啊 那排名的話 大概就只能打五十二啦 其他前面的話 真心的有夠強有夠通 下次要試試看 能不能進那個前五十名 好 那我們來打那個竹鹿好了啊 打竹鹿的話就比較有趣一點 竹鹿的陣容的話就比較多變了 來試試看啊 哇 這個八百九十萬太欺負人了 來 直接跳過 哦 叫為一了 好 打個 戰力差不多的 看 七百九十萬 幹 是不是有一個 戰力差不多比較那個 那 這個 三盾三浮 啊 也是OK的 三盾三浮 最 標準的啦 然後 真的是玩 真的是 最正統的叫三盾三浮 對 因為他是配孫全不練師嘛 然後後面是 曹操配那個劉備 曹操劉備基本上必備啦 反正玩盾浮 對一定就是想辦法拖 拖時間讓司馬一去捧 然後 曹操減傷啦 然後劉備冰封啦 然後那個誰啊 那個 孫全 閃避 加 加怒氣啊 這樣 如此猖狂你敢信 用力 曹操我的潮人 燒 燒 哇 護燒 砍 降傷怒氣質 來 拉雪亮 來 再拉 啊 比拉斯馬一雪亮 從來沒輸過 射子弓 哦呦 小痛 欸 幹掉一隻了 啊 有減圓 就是我們優劣士的開始 因為你有減圓的話 你的怒氣質就拉不起來 那個神兵的怒氣質 跟你的人數有關係 啊 死了 好 死了 啊 看到沒有 真正的決鬥者 展現我們實力的時候 好啦 還是我們的正統 正統司馬隊還是比較強一點 好再來 哎呦 無國隊 來玩看 無國隊 啊 無國火燒隊 搭配一個司馬翼 這就是我想玩的啦 只是我只要外掛兩隻就好 我 我沒有要外掛這麼多 哎呦沒有哦 他這種玩法好像是跟我 跟我的那個玩法有點像 我之後本來想說後面配周瑜 配陸訓 啊 但是孫全跟不練師會換的 孫全不練師 孫全可以換孫策 然後 不練師的話 一般看個人要配什麼 配呂林奇也可以 有些人還有配 配那個賈老的也有 火毒司馬隊也是有 我之後應該是想要配滑驢啦 我就頂多那個 周瑜配那個陸訓 這樣 哎呀 看來他的火燒隊好像 坦度不夠哦 我感覺火燒 痛是痛 但是他的那個 防禦率不太夠的感覺 燒啊 真的燒啊 哇 紅蓮夜火啊 天啊 給不給活路啊大哥 幹我的滑驢要死了耶 不是吧 我應該比他先減圓啊 怎麼會他比我 怎麼我人還自己還快死掉 來燒 欸 死一隻 但是我滑驢要死了 幹 死三隻 哇 幹 哇 哇 不是吧 眼看著我要贏的就被翻盤 哇 你補血太慢了吧 幹 不是要四馬翼一個打四個吧 你們 你們好意思 幹 啊 哇 痛 來看一下 最後一場 啊 對面的話 也蠻特別的 就是 吳 國的 單走陸迅 配 曹操 啊 這個陣容 怪怪的 啊 沒關係 試試看強度 試試看單走陸迅的一個強度 然後他 這也不是 什麼 三輔隊 他這個陣容 他為什麼不配一隻輔助呢 奇怪了 這個是 這個是 挺好奇 他陸迅換一隻輔助 其實應該就OK了 來 看看他這個陣容強不強 他應該配個三輔 要不然就是 對呀 他這個陣容 搭配起來比較可惜了一點 加成效果比較少 然後 司馬翼 我們兩個上路 對幹 還行 啊 看來這盤應該是穩的 只要看對方的血量 拉拉了 那個 血線跟我們血線差 差差的有點大就知道我們應該是OK的 他如果把陸迅改成 喔 我覺得他可能是 陸迅可能還那個 先比較高 然後周瑜還在練 等周瑜起來之後就換周瑜上場 那樣 有可能 嗯 曹操的那個三輔就能讓誰 好 單純只有陸迅燒 燒不痛啦 一定要配周瑜兩個一起燒才痛 好 OK啦 感覺我們很OK 啊 除了有一些太硬的角色 沒辦法打出來 好 搞定 好 OK啦 那就 六十六名就好了 好 那 最後的話 我們再來 湊一下腳 啊 我們來 我現在抽腳把他當自己的那個運氣 那我們 算啦 超人還是需要 然後 配這周瑜好了 我們周獨獨 啊 我們試試看我們的手氣 看看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啊 一發入魂 看沒有 啥玩意兒啊 看 SR不用了 來吧 一發入魂 眾朝人 看 哎呀 六發了吧 總會有保底的吧 看 人家要抽三蛋黃耶 不抽個三蛋黃這說不過去 來 幹 賈老 哇 有夠歪 哇 歪到賈老 他是要 他要走火毒隊是不是 看 今天運氣不太好 不要抽了 OK 大概是這樣啦 那 下次的話 一樣 再繼續打 然後 我們到時候再研究一下 到時候 那個 要往哪個方向走 看是要走 呃 火燒司馬隊呢 還是走火毒司馬隊 然後 或者是正統的那個 佐池配 華陀 然後配我們三盾隊 這也是OK 好 那 今天我們支持一下 我的選擾 感受看 下次有人再見